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孩子的血泻过多已经凶货了 需要立即出血血证 活着有生命危险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不要 你的家人和直习亲属 有孩子相同的血型吗 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帮我救救这个孩子 很抱歉我不能答应 他是你的儿子 请问外界传闻 立氏集团董事长立仲谋 有私生子一事是真的吗 如果私生子一事属实 那会不会影响到立总和 詹曼黎小姐的感情呢 究竟你的胜算大概是多少 究竟现在是不是有相关的证据 吴小姐 我这儿妙小 经不起折腾 万一立仲谋知道 我们还在雇用你 那不像捏死蚂蚁一样捏死我们 我等你走吧 利用一次意外让童童出现在我面前 你如此处心积虑 到底想要什么 听说立总才从私下取以重心 想要买走孩子的抚养权 请问这是真的吗 作为立总的特助 该说都不说了 但是作为立仲谋的兄弟 我必须警告他 为了他 必要的时候 我什么事都敢做 除非是我死了 否则没有任何事情 能把童童从我身边带走 我是张曼黎 立仲谋的女朋友 我们喝杯咖啡吧 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应该换一个更好的律师 这是我一个很好的律师朋友 他非常擅长打这一类 关于抚养权的官司 你赢了这场官司 就等于我赢了 立仲谋如果是在必得的话 恐怕 恐怕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明定打不赢这场官司吗 童童比我的生命都重要 你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你刚才不是说一定能帮我的吗 立仲 宏大集团的王总 请您和立总 去喝他孙子的满月酒 人家把我孙子 我去干什么 要让人家知道 我有一个一辈子都不想结婚的儿子 还是让人家笑好我们立家 断子绝孙 你不过就是想要一个兴力的孙子 一个立氏未来的继承人 我可以给你 将军 你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 你别忘了 你父亲的公司五年前 被我们立氏者的困惨 这次先把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也毁了 想跟我斗 你还差得远呢 一会儿上庭千万要记住 你的任务就是半柔弱 如果你能咬定当初发生关系 主要责任在于立仲谋 那么同情分会加倍 你是说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负责任 是的 无头 无头 我还真是天真 以为你两次都拒绝我的支票 还真以为你兑钱不在了 原来是想放长线吊大鱼 小夕 这个女人 居然生下你的孩子瞒得这么近 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孩子一定要不惜代价的争取 至于那个女人 我绝对不许她进立家的门 因为私生死在法院打官司 还有明星女友陪着 她也真够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出现 很容易让大家误会我 就是外面传说中的那种花花公子 如果有一天当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变笨 那这个人很快就会从我身边消失 只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一定会用尽我的权利 去照顾我的孩子 我让他健康地成长起来 本庭宣布 即日起 吴彤彤的抚养权 判归利仲谋所有 我以为我出现在法庭 会破坏利仲谋的形象 给他减分 可没想到 你们还是说 为什么你会怕一个小孩子呢 你和利仲谋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觉得你幸福吗 作为你的前任 我提醒你一句 趁自己还没有遍体鳞伤 你给他分手吧 你要搞清楚 这个孩子进了我利家的门 以后就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了 彤彤怎么了 你最喜欢的蛋糕 你看 我不要 真不像话 把他锁到屋子里去 一晚上都不许吃东西 我现在就要去找妈妈 小小年纪就这么没有教养 这女人是怎么带孩子的 放开我 我要回家 我要找妈妈 彤彤 你过生日的时候许了一个愿望 想让爸爸回来 结果爸爸 就做魔法学院回来看你了对不对 对 妈妈也要去魔法学院上学了 让爸爸陪着彤彤好不好啊 小 快抓住他 他想让我放快抓住他 快抓住他 大夫 抓住他 快抓住他 没事 我今天晚上是迫不得已 才让你去见彤彤 我是为了孩子 你不要多想以为有转机 我现在可以老实地告诉你 死了这条心不 彤彤不能没有我的 我们一直都是相依为命 你不能就这样把我们拆散了 这是力耸的一点心意 昨天那么晚了还麻烦您过来看孩子 这是昨天晚上一点楼费 彤彤他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可能要钱啊 拿走 大半夜的把你嫁回去 天一亮子叫你走 他把你当人吗 放我八蛋 你给我回来 没了 你们有些人是人 没些人就不是人了 干什么这么欺负人啊 彤彤是我的唯一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让我喝 没这个 走 走去 好了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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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不见了 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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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进去谁啊 彤彤 彤彤是力家的子孙 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你快走吧 我不走 赶他走 彤彤 我不走 彤彤彤 彤彤彤彤 彤彤彤彤 彤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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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上了 走 走 彤彤 姐姐今天带你去玩好不好 咖啡啦 你看昨天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那个画面啊 特别浪漫 温馨 一家三天都 帮我打电话到公司 跟他们说 你主动取消 这半年内 所有周末休息时间 孙先生 有被小姐困在电梯里了 谁啊 我是梁月琪 月琪 你在里面干嘛 当然是来看你了 我听我爸说你回国了 所以我回国之后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 你赶快回家 不要让你爸再来找我算账 吴娇姐向法院发起诉讼 要争取彤彤的探视权 法院传票也到了 但是 在立种谋签词之前 老太太仍然可以拒绝你进门 不过如果他们不想签字的话 恐怕不行 除非他们想让彤彤上庭 调解书礼拜一 我会送到法院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彤彤能够开心 他同意签字了 走 去打轻重 我待会还要去上班 我已经请了很多天假了 那我要再请假 工资扣光了 我怎么活啊 拿到太史权 你就不能夸我两句吗 我特别特别地感谢你 你现在就是我的大恩人 我告诉你啊 你一毛经理乱七八糟的 我都给你整理干净了 我这个人也是乱七八糟的 妙妙把我一起玩了 你是不是不习惯 这种失败的感觉 你以后会慢慢习惯 不单是你的儿子 还有你所爱的一切 我都会一件一件 从你手里抢走 想要我的东西 也要先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实力 山不转水转 从有一天 我会让你拜登 一无所有 我明天要见个客户 然后晚上有个酒会 有没有兴趣陪我去 看在我前段时间 为你争取探视权 就帮我个忙吧 吴小姐今天怎么会来 吴小姐 是我今天晚上 正式邀请的女伴 依我看 吴小姐 并不像一个坏女人 从我第一次在医院 看到她 我根本想不起来 她是谁 为什么她怀孕的时候 不来找我 为什么忙了五年 才突然出现 你真的觉得 她什么企图都没有吗 立中某 谢谢你 给了我这个生命 我最近跟童童 玩得非常开心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童童就再也不会 吵着要见妈妈了 谢谢 不过也许 要是再多一个小朋友 陪童童一起玩的话 童童 岂不是会更开心吗 她怎么来了 我说过允许她进来了吗 她已经取得了 童童的探视权 所以以后 她随时都有权利 来看童童 什么 你开个价 要多少 您的意思是 让我卖掉一个母亲的尊严吗 真是辛苦你了 费尽心思演了这么一出戏 让众某很巧妙地发现了自己的儿子 现在这件事 闹得满城风雨 你该很满意了吧 我知道你怎么想我 不过我想明确告诉你 除了儿子 我别无所求 其实我爸就是想找个好女婿 继承粮食 你就是最佳人选 你让你帮她电话给我打 可是相忆伯伯今天晚上 确实有可能来啊 你和相忆伯伯 毕竟是两父子 你干嘛老躲着他呀 我的家事 你最好别管 相聚 他有自己挑选的条件 跟历仲谋有关系的事 他都特别地用心 尤其是女人 这么快就有新恋枪 我绝不允许因为你 伤害到我儿子的心理 和我历仲谋的名誉 你就那么急着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还要继续 跟那个男的纠缠不亲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再也见不到童土 你说什么 你母亲果真来了 但是看样子 今天晚上 莉女士 你恐怕也会失望了吧 我父亲应该不会过来吧 不过没关系 你们可以慢慢地等 跟你的人生一样 一辈子都在等 今天要不是她 你和向俊 不会被挑拨的当场要打起来 我为什么会跟向俊闹翻 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 还有 你今天出席这个应酬 是为了我还是另一个人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妈在我一岁多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小时候 是我外婆 帮我带她的 只有封年过节和我生日 我才能见父亲一面 我最羡慕那些生活得很艰苦 但是可以在一起 相互取暖的一家人 不管你的亲人对你做了什么 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 也给自己个机会 这周日 我会去彤彤的学校 参加亲子日 那 我要和你一起去吗 学校不是要求父母 共同出席吗 李总 你今天有点 不太对劲啊 你最近好像 会笑了 这十个投资计划拿回去看 三天之内交一个报告 三天 一万次 一万次 生病的时候 能有人关心你 真好 那就让我关心你 照顾你 一辈子 虽然我知道在你心里 你放不下那个男人 但是我会疼 其实你不必为我这样 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 当初 你帮梧桐打这个官司 你可是输过 你只是利用它 来打击利众魔人 现在有没有假戏真做 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数三个数 你要是不行 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这个死亚洲 你醒一醒啊 你喝成这样 回到家你爸 还以为我帮你怎么着呢 我要不是看你被人欺负 我才懒得救你呢 没 这份合约 确实是利仲谋先生 为我买下的 我和利先生的关系 相信大家也有一些了解 你不是一直想 进军国际影台吗 这个角色你也终于很久 这样放弃不觉得可惜吗 也许这些麻烦 跟一个人睡一晚 就都会解决 不过对于我张曼迪来说 今时今日 最重要的人 是你 其实娱乐圈就是这样的 想要解决问题 非常简单 可是皱眸在我心中的负量 非常重 鼓小姐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张曼迪小姐订婚这个消息 的确是小巴不放桌影 但是是张曼迪小姐 自己让记者 故意造成这个误会的 我呢 从七个圈的朋友那儿 得到一个消息 说根本没有钱规则这个事 是张曼迪小姐拿钱给公司 让公司制造了这桩丑门 你带我来这里 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吗 我没分手 我不喜欢女人片 尤其是自作聪明的女人 哈喽 我是厉主萌 我是向迅 童童跟武童 在厨房里出东西给我指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你带男人回家 还让我儿子留下来看吗 你对他这样穷追不舍 不就是因为 我跟他之间有什么瓜葛 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离他远一点 我才是他男朋友 应该是我说 请你离他远一点 你喜欢向迅吗 你爱他吗 你告诉我你爱我吗 我好不容易逼迫 我自己忘掉你 你为什么突然又要出现 说这些话 为什么 历史已经给我打过招呼 要我加入历史 只是 我跟向家这十几年的情谊已经 亏你说得出十几年的情谊 如果你还顾及我们十几年的情谊 今天还会这么犹豫 这个社会向来都是这样的 胜利只属于有能力的强者 将军 厉首萌 你个卑鄙小人 你给我出来 你害死我妈还不够吗 你处处何往下屎作对 你活该这辈子是死成死 将军 你说什么 你还想姓夏 这辈子都别妄想 不管你再怎么成功 你也只是一个野女人在外面生的野种 无名无分的死成死 别拿你姓夏在我面前炫耀 我不稀罕 立正摩是我爸的私生子 结婚之前 我爸曾经和立志宁谈过恋爱 立志宁脾气很差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没多久 我爸就发现他无法忍受 于是提出了分手 我爸跟立志宁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已经认识了我妈妈 他们两个情投意合 没有多久就结婚了 但是那个立志宁 他一直不肯罢休缠着我爸播放 而且就在那个时候 他发现 自己已经怀上了我爸的孩子 我妈是被立志宁害死 你打算拿向豪帝都走案 乐家的连锁酒店开了不少了 你的意思是 把向豪帝都都变成乐家快捷连锁酒店 向豪帝都虽然曾经是个名牌酒店 他已经逐渐被市场淘汰了 是时候该换个新面貌登场了 那向老爷子受得了吗 像是起家的基业被人斩了 这等于斩了他的头 要了他的命啊 你正好不下向市 要把向市赶尽杀局 不怕我将来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吗 你那天明明讲 要给向市一条生路 现在向市正在危急的关头 你却把收购的消息对外公布 我问你 你这是在给他一条生路吗 周末 你不能这样做 我不管怎么说 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不要真的逼死他 放开一条生命 向毅 他得了肝功能衰竭 医生说需要换肝才有救 向军 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父亲捐肝 我知道 在你心里 你很在意这份感情 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 血脉相连是什么意思 他心里只有那个人 那个人才是他正统的儿子 二十多年了 我一直不敢面对你们